牙齒的種類 在小學我想你們都聽過了 或者在初中你們都讀過 牙齒我們分為四大類的 這位女士她抹大了她的口腔 我們會看到有哪四種牙齒呀 我們將她用四種顏色分別去表示 紅色的是門齒 藍色的是軟齒 紫色的是前構齒 綠色的是構齒 那我們上額也不一樣 門齒、軟齒、前構齒、構齒 那你都可以現在照鏡 你可不可以看得出 你究竟那四類的牙齒 你齊不齊得 那四類的牙齒 我們就可以用這裡做標示 門牙 有多少隻呀? 四隻 軟齒 我們有兩隻 前構齒加上四隻 構齒六隻 不過呢 有些人未出構齒 未出至位置 他這裏呢 就只有四隻 那如果你呢 這兩隻牙齒出賣 我們呢 應該每人呢 就有六隻構齒的 下額 好了 那這兩隻呢 就是門牙 這一隻呢 就卷齒 前構齒就兩隻 構齒就二至三隻 那我們一半去看吧 通常就 我們又看一看 這裡有一隻狗呀 一隻狗 有四種牙 咦? 看到喔 它都有門牙 它都有卷齒 前構齒 前構齒 和構齒的 那所以你看到 是不同的動物 其實它都是有齊 這四類的牙齒的 那這四類的牙齒 大家有沒有留意 通常來說 小隻的牙齒 是放在 我們的下額前面呢 小隻的牙齒 還是放在 我們下額的後面呢 大隻的牙齒 就放在我們的 鱷骨後面的前面呢 不論你是一隻狗 或者是一個人 我們都會發覺 小隻的牙齒 是放在前面的 大隻的牙齒 我們會放近我們的 鱷骨 那你知不知道為什麼呢 這是一個槓桿原理來的 當譬如我們 想用剪刀剪東西 你想剪那樣東西 很難剪 你就會把那樣東西 放近你的剪刀 很入那個位置 那你剪下去 力度就很大了 又或者呢 如果你想夾斷你自己的手指 你就把那隻手指 放在門窖的位置 那你呢 只要輕輕推到門 你的手指 都會馬上斷開了 所以呢 大隻的牙齒 我們就放在鱷骨 是能夠 去出一個很大的力 去咬碎些東西 甚至乎 如果是動物 可以咬碎的骨頭 好 那我們總結一下牙齒的種類 不同的牙齒有不同的形狀 大小和功能 我們先講第一種牙齒 犬齒先 Sorry 這隻是門齒 門齒我們先要讀它的形狀 跟著呢 就形容它的功能 門牙 看上去 它像一個矢形 很小的一個矢 邊緣相當之鋒利 我們承認咬到一條舌 都可能是因為門牙咬到 那麼功能這麼鋒利 又像一個矢 功能就是用來切斷食物 不懂得寫一個矢子 放大給你看一看 第二種牙齒 我們就是這個 犬齒 那你都可以看到 老虎要捉食 它的犬齒特別長 尖 不過如果是人 我們的犬齒 退化了 我們不會再捕食 捕獵 所以呢 我們的犬齒 都會有少少尖 但也都的長度 不會很長 也都不會很尖 又不會向來彎 你看到一般 牠們捕食的動物 牠們的犬齒 長 尖 向來彎 嘖 嘖 那為什麼這麼尖 捕食性的動物 如果牠尖 牠就很容易刺穿 獵物的皮 然後牠還可以撕碎食物 嘖 嘖 那為什麼牠這麼長呢 牠就容易捕殺獵物 好了 那你會見到剛才牠們 甚至乎是向來彎的 就是咬住了那隻獵物 就不讓牠走 那這個就是犬齒的外形 尖 邊緣是鋒利 記住 牠只有一個齒根 但如果是肉食性動物 牠更加多兩個特徵 又長 甚至乎向來彎 那如果考試的時候 問你一個問題 人類的犬齒有什麼用啊 你可不可以回答 暴殺獵物 防止獵物逃脫 那這兩個 你回答就不可以了 這些是講獅子老虎 人呢 你只能夠說 牠可以撕碎食物的 OK 那你都會看到 向來彎有個好處的 就是這些好像箭 一射進去一個人裏面 你想拉出來 造成的傷口是會更加大 所以那個動物 牠被你的犬齒咬住了 牠就不掙扎 一掙扎牠的傷口 就會更加大了 好 下一隻牙 我們就講這個 這一隻是前叩齒 那這一隻牙子漂白了 拿水晶交雙器做個鏈咀 其實都幾美的 前叩齒的形狀 當然是比較大 它的尺面又比較闊 而且有一個粒位 這些粒粒不平的位 其實像不像我們的模 不平的 就方便我們磨液效率 就更加高 體積大 就方便我們壓碎食物 那這些粒粒粒粒 這些位 我們給它一個名字 我們就叫做尖打 那這裏呢 就是我們會見到我們的前叩齒 這個尺面相當之大而闊 就方便我們壓碎食物 而上面那些粒粒粒的位 我們就叫做尖打 它能夠幫我們燃磨食物的 那這些都是我們的一些叩齒 你可以看到了 它的尺根是彎彎曲曲的 吃進去我們的鱷骨那裏 所以進了鱷骨之後 如果你真的要剝牙 剝扣齒 就相當之困難 好了 那我們再看一下扣齒 扣齒的尺根呢 就相當之多的 去到兩至三個尺根 但是前扣齒呢 它呢 它呢 就會只有一個尺根 或者兩個尺根 好了 那我們扣齒的形狀呢 那個尺面呢 就更加大 它的功能呢 跟我們的前扣齒一模一樣 就只是現在尺根會多了 還有那個尺根更加闊 好 牙齒有沒有生命呢 原來牙齒 我們當它切開了一半之後 中間不是實心的 我們見到有血管供應 我們有神經打進牙齒裡面 那就是牙齒其實它需要營養 也都會產生廢物要被帶走 它有神經 也都會按我們吃的食物的類別 探測到食物的溫度 和你嘴咀的力度 和你嘴咀的力度 牙齒的結構是怎樣的 那我們呢 一隻牙我們可以分為三部分 齒觀 齒頸 和齒根 我們眼睛看到的部位 我們呢 就叫做齒觀 齒根 埋在我們牙肉的位置 我們叫做齒頸 而在鱷骨的位置部分那些 我們就叫做齒根 我指著這個部分 就是齒觀 牙肉的部分 就是齒頸 埋在骨的部分 就是齒根了 我們先從齒觀開始看 齒觀 是用來直接 用來接觸食物 用來做咀嚼的 所以我們呢 在齒 牙齒的表面 我們鋪了一層 全個人體最堅硬的物質 這個物質我們就叫做發狼質 它是由鈣鹽組成的 鋪了之後呢 它是能夠保護我們的牙齒 避免了當我們咀嚼的時候 食物和我們牙齒 直接起著一個機械性的損傷 那我們的牙齒呢 就會能夠更加耐用了 發狼質是沒有生命的 那麼考慮你們一件事 家裏有哪一件的電器 它的表面是會鋪了發狼質 令到它更加耐用呢 好 答案是一件電器 第二 原來呢 就家裏間間都有的 放在廚房 就是洗衣機的內籠了 它可能有些三樓 它呢 就會怕刮傷內籠 那麼我們都會鋪了一些發狼質 在那裡的 發狼質下一層呢 就是我們叫牙本質 這個呢 就是牙齒的中部 也是呢 牙齒的主要部分 都是由鈣組成的 不過這個位置不同發狼質 它就是有生命的 聽一聽它 這個位置 硬度 那就當然沒有那麼高啦 牙齒的內層 原來是胸心的 我們那個就交到一次叫做水腔 水腔裡面有一個空間 不過裡面裝著一些活的細胞 裡面並且有血管和神經 血管就是運送養份和帶走廢物 而神經呢 就探測你咬的食物的溫度 以及你咀嚼時的力度 好了 就是牙齒和我們的骨頭要釀實它 但是骨和骨大家沒有黏力 我們又怎樣能夠把這隻牙齒 能夠穩固 將它放在我們肋骨之中呢 我們就好像一些魔術膠貼 一邊就比較吉手 一邊就好像海綿那些魔術貼貼 貼來貼去 就不斷有貼力的 就好像我們穿波鞋的那些魔術貼 那在我們的骨頭 骨頭的表面呢 我們就鋪了一層叫做牙周膜 這個呢 都是用來固定牙齒的 那它能夠讓這隻牙齒呢 可以微微地震動 吸收震動 減少機械性的損傷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鋪那隻牙的根部的表面 我們就叫做白鬍質或者牙骨質 這裏呢就有些纖維 就直接吃進去我們骨頭的 那我們這兩個物質 一起運作呢 我們就能夠呢 可以將這隻牙固定在我們的骨頭裡面了 那什麼叫做患牙周病呢 原來呢 就是這些的牙周膜 它就會開始退化 沒有了這一個物質 這隻牙就會開始鬆 甚至脫落了 嘩這個小朋友 這隻牙做什麼呀 好一會再說 好一會再說 怎麼可以 好了 刀